Hello, Welcome to Williams English Patterns 我們來看一下 rather這個單詞 rather它的原來意思是寧可寧願去做某件事情 那麼I'd rather加上這個動詞的原型呢 它表示的意思是我寧願做某件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句子 第一個例句 I'd rather be dead 指什麼呢 指你如果讓我去做一件事情 但是我很不願意去做那件事情 那麼我就說我寧願去死 I'd rather be dead 我們看第二個句子 I'd rather not say 我寧願不說 那我們知道這個句子用在你有兩個選擇的時候 那這個句子我們看一下 它的另外一個選擇是什麼呢 是說 say 等於是我比起說的話 我寧願去選擇不說這個選擇 下一個句子 I'd rather do this now I'd rather do this now 我寧願現在去做這個事情 下一個句子 I'd rather dance with you I'd rather dance with you 我寧願和你跳舞 這邊呢有一個這個很隱瞞的隱形的一個意思 就是說 我寧願和你跳舞 也不願意和他跳舞 也不願意和別人跳舞 等於說 當你有一個 就是有兩個或者有多個選擇的時候 你寧願去選擇其中的一個 而放棄其他的一些選擇 OK我們來做一個練習 Practice A說 Listen I really don't want to hang out with them A說聽著 我真的不想和他們一起出去 B說 You really hate them don't you 你的確很討厭他們是吧 然後A說 也是的 我寧願只待在家裡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對話也是有兩個選擇 一個選擇是 和他們一起出去 另外一個選擇是 待在家裡 那麼這個A呢 他選擇待在家裡 所以他說我寧願待在家裡 那我們用今天學的句型 I'd rather just stay home I'd rather just stay home rather後面加上這個動詞的原型 表示我寧願做某件事情 而這邊隱含的意思是 也不願意跟他們出去 表示兩個比較 就是我們今天學的這個句型 I'd rather 希望大家可以在日常的英語繪畫中多多活用 We'll see you next time Have a nice day We'll see you next day we'll see you next week